啊,喂,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阅读英文诗歌 嗯,今天呢,咱们以这首《Word of Me》为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阅读 那么首先呢,大家在看诗的时候呢,要一个句子,一个完整句子,一个完整句子的看 有些同学读诗的时候,老是喜欢一行一行的看 因为诗呢,这个每一行呢,它这个间段是没有规律的 你要是一行一行看,你肯定是看不懂 所以呢,大家要一句一句的看 比如说那这首诗呢,大家一起读到第一个句号,就是第一个三杂结束 这里,然后呢,读完之后呢,进行句子结构分析 然后,先第一步呢,先找出句子的主干 然后,找出句子主干中的主为兵 来,以第一句为例 那么,大家看到这里的句子逗号 是这个句子的一部分 然后逗号后面以一个动词开头 又是一部分 而这个动词对应的主语 应该是前一个分句子里边的爱 所以呢,这个句子的主干分别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打着king 后面这个逗号这些字 第二部分呢,是那么就是第二个逗号这些字 爱后面是有两个动词 然后呢,后面这一个分句 The long-winded cracks 开头这个分句呢,很明显是一个非限制性定语同句 它是用来修饰gaps的 那么,根据英语写作规律呢 一般的,那么,句子的强调重点 都在主句中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主句 那么,in my mind I call my father the polyphila king 那么这个分句 大家应该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那么,我在我的思想里 我叫我爸爸 是一个很擅长于摔墙的什么一个人 修理墙的一个人 下面,watch which something akin to all 在这个呢,它的主语在上面 那是I watch,那主语没有变 就是我看见 他在做一些很值得人尊敬的事 什么样是S呢 是一个主要语从句 时间主要语从句 后面引导一个句子 He begins all due process of filling in the gaps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代词 He 那么,读师呢 还有一个故意 就是见到这个代词的时候呢 你要往前找 找离他最近的人称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he 那么,我们往前面去找 他这个he是指的是谁呢 那我们找到离他最近这个人称 是father 那么,很明显 那这个he就是指的father 它就是as father begins all due process of filling in the gaps 当他就是在做这些无聊的工作 什么无聊的工作呢 就是填充这些墙的墙缝 那什么样的缝呢 就是the long-winded crack that traveled down the walls of my house at ground 就是像这个long-winded 这本身是形容句子 形容句子特别长 废话特别多 那么long-winded cracks 就说这个裂缝特别长 the travel有多长呢 就是 在我这个房子的墙里面 就像这个run-on sentence 什么叫run-on sentence 就是run-on sentence 就是一句话特别长 整个句子就没有任何停顿 没有任何标的 那边就是run-on sentence 就是说这个墙缝呢 非常的长 像这个没有停顿的句子一样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就是第一个standard 就是诗的第一个小节 大家就可以这么读 还有一点呢 就是 大家在读诗的时候 如果遇到任何生词 一定要去查词点 理解它的意思 因为诗歌呢 它比较短 所以呢 每个词意思呢 对于诗的整体 对于诗的整体来说都很重要 就有终于诗歌 对于诗歌 中文字幕 cultivation compelled人 を联系了 在这段时间 Levi've峻 Moder点看